一连四场的真一剑 Light and Sheldon演唱会 在宏馆圆满结束 除了真一剑的超水平演出以外 他一众好友的到访 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最后一场的演出中 除了好兄弟 钱佳乐和林晓峰外 陈小春和朱永棠的上台 还有导演刘伟强的出现 让当年整个古惑仔的班底 几乎完全重现 刘伟强还放言 明年让刘伟强的出现 让郑一剑再和古惑仔 开一个演唱会 不过当晚在细肉 不在古惑仔大会上 而是一帮好兄弟 连同后来上台的嘉宾 古巨鸡 一起发工 带蒙家会 向郑一剑逼婚 你别生了 真的别生了 我们别生了 有请蒙家卫 不说了 不说了 OK了 留下个台给你 如何表达 多谢 OK 谢谢 多谢 给文分别人了 OK 结婚两个字我不说了 你也不认为 谢婚我真的不说了 他也不喜欢看我 我不提你 大家不认为 我们稍后来 用DOO DOO 两个字代表他 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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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 红管歌唱除了是各路歌手展现才艺的舞台 更是歌手们宣布重要消息的场地 陈慧玲当年就是在红管的台上宣布结婚 在兄弟们的发工前 连续捧场了四晚的蒙家会 已经看得首舞足蹈 在一般兄弟的推波助澜下 这一件似乎没有不答应的理由 一切看上去都好像理所当然 但是正当全世界都准备迎接好消息之际 这一件却做了一个让全世界都失望的决定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正在我手里的演员 这个是我的舞台 我很尊重我的舞台 我也都希望 我也都知道你们很多要求 在舞台上演 我尽量都会去做 因为为了令人争认 但是我和我的朋友是很私人的 此人到场的都是正一件的粉丝 但是偶像给出的理由明显不能服众 部分粉丝发出的嘘声 已经盖过了正一件的发言 而台下的蒙家会 也由狂喜变得行事重重 在演唱会过后的庆功宴 媒体依旧对正一件的决定很不理解 没有 我觉得也觉得不是今年的事情 我觉得 今年我真的收拾一下 还有他有工作 他现在也是拍电视剧 优酷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